Previously on Game of Toyota 栗三郎為了愛情入罪豐田 但他的妻子愛子心中卻有別的男人 豐田張之習一郎一心造車 父親左肌臨終說了一半 栗三郎以主為完 弄巧成拙 左肌去世當夜 家族上下哭成一片 今天講復仇者的誕生 金錢 權利和女人 這哭完了 天亮了 岳父大人的大權 真真切切地落到了豐田利三郎的手裡 他開始按著自己的思路 經營起了豐田自動製布機製作所 利三郎所謂的經營思路呢 就是沒有思路 一切求穩 打個比方呢 如果讓利三郎做菜 利三郎只會照著菜譜做 就算自己知道口味偏鹹 也不敢多放一顆眼 生怕瞎改 菜譜出問題 還沒等利三郎 把這個鐵王做給他做燙了 喜一郎就隔三插五早上門來了 他的出現呢 也不是為了別的 就是為了跟利三郎要錢造汽車 畢竟這是父親臨終前特別的交代 而且造汽車是從他兒子開始 就是喜一郎的夢了 但是利三郎從小就飽讀詩書 牢記著古書中寫的 犯而不叫是俗 一眼還眼是直 喜一郎呢 讓自己抽了這麼多煙 流了這麼多淚 當了一次綠色守護者 這回落到我自己手裡 呵呵 有債必還 這次已經是喜一郎第18次 找利三郎商量造車的事情了 利三郎呢 邊看在手裡的文件 邊對著坐在辦公桌對面的喜一郎說 現在防治行業呢 又文又賺錢 造汽車呢 前景真的是充滿變數 我呢 是你們豐田家的女婿 守好岳父的產業 真的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了 從今以後這個問題 你就不要來找我了 我是不會支持你的 這是喜一郎第18次失敗 儘管手裡還有父親 臨終前給了100萬現金 但這對於造車來說遠遠不夠 沒能被家族企業支持的喜一郎呢 有一點無所事從 商店裡面買了瓶威士忌 隨手抽了一張紙鈔 給了音樂員 都沒有讓他找 直接打開咕咚咚咚 一口一口 晃晃悠悠 走向了家的反方向 直到大嘴 爹坐在了路邊 那麼到了第二天清晨 麗三郎還跟往常一樣 一早就來到工廠自己的辦公室 這也是晚餐事件發生以來 麗三郎養成的習慣了 沒想到一進辦公室 喜一郎竟然躺在會客沙發上 這模樣看起來像極的醉鬼 您來了 我有事照您 喜一郎第一次用這樣的語氣 和麗三郎來做了個開場拜 算上前面的幾次應該是第19次 關於造車的殘判了 但這次 喜一郎的態度 卻跟以前有了決定性的不同 妹夫 我保證從此跟愛子划清界線 只求您給我個地方來造車 西邊最破的那個倉庫就可以了 以前喜一郎來找自己 麗三郎的態度都只是冷漠 但這次提到愛子了 麗三郎有點控制不住了 他一時沒控住 接著 哇的一聲就哭出來了 麗三郎還沒那麼淳樸 從口袋裏面掏了菸又開始抽起來了 越抽越酷 越酷越兇 給你 給你 整個倉庫都給你 給老婆滾出去 我再也不想在辦公室看到你了 這情緒失控的麗三郎 最終還是被洗衣郎得逞了 丟掉了倉庫的使用權 也輸掉了這一輪的抗爭 為了愛情嘛 對不對 那麼得到倉庫的洗衣郎呢 終於歡天喜地的造起了汽車了 與許多汽車公司的經歷是類似的 他的造車也是從借鑑 土話說叫抄襲起步的 因為沒有汽車技術積累 所以只能先買別家車來逆向開發了 時間過了好多年 皮齒布也花了大把時間 反反复复地丈量了別家公司的產品 造車這是八字 算是有一撇了 洗衣郎作為上任社長之子 在公司裡的地位就愈來愈高了 眼看就要跟時任社長的妹夫 麗三郎平起平坐了 心中的汽車夢 日漸膨脏的洗衣郎 甚至還利用職權 偷偷挪用豐田製造所的流動資金 買了個400多亩的地 給自己當車廠 畢竟別說是一個倉庫 就算10個倉庫 對於汽車事業來說也太小了 要擴張產業就要先擴張廠房 但是這畢竟400多米的地 這巨額的資金虧空 很快就被利三郎發現了 你沒事不去買點兵 買點馬 你把Casso Black買下來幹什麼 那當初心態是有點崩潰的 一念之差丟掉倉庫的利三郎 眼看著自己視為仇敵的洗衣郎 汽車產業越做越大 又沒有辦法遏制他 一籌莫展嘛 這是這個時候 當機立斷 對洗衣郎說 你要麼賠退購地款 要麼就滾 400多米地的錢 對於創業許久 尚未產出的洗衣郎來說 是天文數字了 沒有選擇的他 只能灰溜溜的離開了豐田製造所 這從豐田廠門走出來的洗衣郎 已經花完了當初父親給的100萬現金 手上僅有的一點點股份 就算折現 也實現不了他的汽車夢 想到利三郎剛才痛斥自己的樣子 他也不敢回家 也不想回家 也還沒有錢買威士忌的 這個時候的他 只能選擇用手頭僅有的零錢 買了一瓶劣質的賣酒 邊走邊喝 似乎只要劣酒下毒的速度夠快 被傷就永遠追不上自己 艾特一下笨田 那被趕出場門一無所有 但是洗衣郎心中的造車夢依然在 醉生夢死數天之後 洗衣郎決定憑著自己之前造車的履歷 去拉贊助 讓有遠見作實的人 來投資自己的汽車夢 要說人脈 父親豐田佐吉 給洗衣郎留下了大量的積累 什麼大企業家 政府官員 都認識不少 Dothraki都認識的 像是從事船舶工業的香野谷 跟父親佐吉關係就是很好的 生意也做得很大 洗衣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去拜訪他了 果然剛到門口 香野谷親自就贏出來了 從身體狀況一直問到感情情況 簡直就是全方面想了解 這個好久不見的老友的兒子 一連串的關心之後 唯獨沒想到的就是洗衣郎的事業 洗衣郎不甘心 主動就提出自己事業上的這種困難 表明了需要資金的支持 但這是人人皆知的大企業家 香野谷竟然向自己哭窮 他說最近接著好幾個大船的單子 資金都押在船上了 實在是周轉不開 還連連述說經營不易 跟這個洗衣郎說 你做生意真的是小心 要再小心 你想想當年封王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現在又是怎麼樣的 你手上又沒有龍 洗衣郎自知無趣 稍加寒暄 再見 雖然說是一個最熟悉的大金主 一方常態 沒能支持自己 但是籌集資金 依然是要繼續的 接下去洗衣郎又陸陸續續 拜訪了幾位熟悉的伯父 但是那些對自己笑臉相迎的叔叔伯伯們 要不是像香野谷一樣 往言拒絕出資 要不是就在談話的時候 故意岔開話題 總之就是一無所獲 那個時候 這個洗衣郎算是 嘗遍了人間冷暖 真的想大吼一聲 我可是姓豐田 你姓Tagarian也沒有用 把自己關在了一個小房間 不肯出來 可是艾子 那個當年發誓 再也不聯繫的親妹妹 卻在這個時候 敲開了洗衣郎的門 天空中充滿了綠色 栗三郎已經關照過 所有我們家熟悉的企業家說 要是誰有敢借錢給洗衣郎的 我栗三郎就和他永遠終止合作 這個是艾子告訴他的 洗衣郎輕輕地笑了想 我想也是了對不對 那我們那麼久沒聯繫 你今天過來就是為了跟我說這個嗎 那艾子停頓了一下 像是對洗衣郎的態度有點不滿 不過又繼續開口說 我知道你最近在找人籌資 所以給你準備了一千萬 這洗衣郎很吃驚啊 你這一姑娘家的怎麼可能有這麼多錢啊 艾子回答 你別管之前來的乾不乾淨 我只是不想讓自己後悔 這婚後作為全職主婦的艾子 自從與洗衣郎斷絕聯繫 就一直在家料理家務 他又是從哪裡知道洗衣郎的近況呢 不參與公司運營的艾子 又是怎麼籌到這麼多的現金呢 鎖定我的頻道 備胎說車 敬請期待下一集 Blood Money 血錢 豐田和重生 喜歡豐田家故事 你不要忘記點贊轉發 備胎說車 我們下期再見